大家好,我是一小点 我们做中式面点或者西点经常会用到各种不同的方法 让面团或者面糊变得蓬松,充满小的气泡 这样做成的食物才会有松软或者酥脆的口感 让食物变蓬松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四大类 发酵、化学类添加剂、打发鸡蛋以及打发黄油 这一集我们来说说前两种 先说一下发酵,就是我们常说的发酵 发酵最常用到的是酵母 酵母是一种微生物 它们在面团中消耗面团中的糖分来进行繁殖 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 所以会让面团发起来 面团在发酵的过程中还会因为面粉中淀粉酶的作用 分解淀粉,从而释放里面的糖分以及其他的风味 常见的酵母种类有速发干酵母、活性干酵母、新鲜酵母等等 活性干酵母和速发干酵母都能够在超市或者网上买到 活性干酵母一般需要先用水化开激活 再加入到面粉中 速发干酵母则可以直接加入到面团中 速发干酵母保持的时间更长更浓缩 不过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慢慢激活 速发干酵母和活性干酵母可以互相代替 它们替换的比例大概是3比4 温度越高酵母的活性越好 但是大部分酵母会在40度左右开始失去活性 60度左右就会被烫死 所以花开酵母的水不要太热 酵母在开封之后需要放在冰箱冷藏密封保存 小苏打和泡打粉都属于化学类添加剂或者蓬松剂 这两者都是白色的粉末 小苏打我们高中化学都学过 它的成分是碳酸氢钠 受热之后变成碳酸钠 水并释放出二氧化碳 这个二氧化碳就会让食物中充满气体 从而膨胀 而留下的碳酸钠就是我们常说的食用碱 如果不想让食物有很重的碱味 就需要用酸性的物质去中和它 那么泡打粉就是小苏打和某种酸性物质的结合 它的有效成分也是碳酸氢钠 但是加入了一些酸性物质去中和小苏打的碱性 以前很多人会用12水硫酸铝甲 也就是铝帆来作为中和碱的酸性物质 但是铝对人体是有害的 所以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使用铝帆作为食品添加剂了 我们现在买到的泡打粉都是使用不含铝的酸性物质 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 可以放心食用 一般家庭使用的泡打粉通常是双效泡打粉 也就是会有两次起泡 第一次是在接触液体之后 酸性物质与碳酸氢钠发生反应 释放出一部分二氧化碳 而第二次是在受热之后 余下的碳酸氢钠受热释放出二氧化碳 如果家里没有泡打粉 可以用小苏打加一些酸性物质代替 比如塔塔粉 柠檬汁或者几地醋 小苏打和泡打粉常用在一些稀释点心中 比如马芬 松饼 或者一些小蛋糕中 也可以用在一些中式面点中 比如油条 既然提到油条 在这里预告一下下期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给它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B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转发投币收藏 我是一小点 我们下期再见